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堂会 两个理由自住买房 春天来了 专家教减便宜的妙招 今年可以进场买屋吗 还是再等等 专家表示 目前的房市可以说是 投资客的冬天 自住客的春天 现在在政府打草房 与房地合一重税下 投资客想要短线获利难度相当大 想出托难度也不小 投资市场眼然已经是领冬了 国内房市原本有利投资客 但近来政府退出的政策 包含房地合一税 央行信用管制 今年初修法通过的 平均地权条例修正案 禁止预售屋转售 司法人购物限制等 几乎断绝 投资客炒房的多数管道 以建商近期面对的压力来说 近期全台房市交易冷却 但今年的329党期 全台推案8000亿元 按量再创金高 另外根据内政部统计 全台新建余屋量高达 77454宅 不仅逼近历史新高 还是8年前新建余屋量的一倍以上 那专家就表示 余屋多推案多市场去化却缓慢 面临如此的困境 建商在价格或优惠上 多能给予更多的让步 那一来网络上也有越来越多 打折赔售也要卖的物件 二来建商浪力压力也越来越大 有自助需求的民众可伺机进场 便宜买好房 那至于如何便宜买好房呢 专家表示可以找有较多物件求售的社区 若一个社区有三到五十户 甚至上百户代售 那屋主会彼此竞争 开价也比较合理 也会有更大的让价空间 另外如果购屋者可寻找 已成屋多年的建商渔屋 或是透过仲介开发有负债的屋主 也可以增加便宜买好房的机会 他表示 虽然现在已经是进场的好时机 不过这波房市多头 有可能从盘整进入反转 房价可能会下滑 因此现阶段 买房除了买对地段外 买到安全价更是重要 即使早买早享受 也应避免买在高点 那专家建议此时 进场趁乱杀价 若能杀到比行情价低两成左右 用够低的价格买房 那就拥有进可供退可守的自主发球圈 也可以减少买房套牢的可能 最近真的越来越多案子 去寄出很多优惠的广告 然后刚才专家又讲的一点我蛮认同的 分享新闻的过程中 我就觉得 找那种沉污一阵子的案子 然后又没有去化成功的去买 是很有机会的 就不受缺工缺料的这个议题影响啊 而且现在不是有很多建商 他在开发的案子 会一个接着一个开发吗 如果你看到他现在开了一个新的案子 旧的案子明明就还没有卖掉 可以就去考虑买他旧一个 或旧两个这个案子 机会去捡到便宜 因为他会有一些资金的压力嘛 因为专家讲的是单纯以价格来看 不过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听众 真的是自助客或是首购客 先考虑一点 一个社区如果说有100多户在卖 也就是说当时这个产品是投资客产品 你多去了解一下 多去看看别的建案 如果说这个投资客产品 他当时在盖的时候 他用料也刚好有用心 当然我觉得你捡到便宜进去 没有问题 不要只要看到那个钱便宜 就疯狂去买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 包装一打折 家里就已经很多锅子了 去了又买一堆锅子回来 然后不知道放哪里 因为打折很便宜啊 有些长辈会这样子 可是锅子不是都主打耐用吗 对啊 但是就一直补心的进来 这个很好看啊 这个怎么样 这样子 就是说你用不到 然后你因为价格下降 然后你疯狂去买 但是反过来看房子 就是如果说 它的价格下跌或下修 但是它当时在规划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那么一点 用到比较落后的建材了 这样子的话 你要去思考一下 你要不要进去 不要急的进去 就是我们之前讲 包含你最珍贵那集一样 你不一定去接投资客 我没有说不要 除非说它的产品各项 你都觉得OK 价格你也觉得OK 那你没有问题 自己能接受的 但是如果说 你觉得你会有点介意的话 我认为是新城屋呢 你是直接对到建商 我认为是可以的 它会有一个降价的空间 但是你还是一样 要看它产品的规划是怎么样 但是你比较好看 它实际上用了什么东西吗 再来另外一个 我一直认为 预售屋是比较有机会 先动先降价的 你说因为供料涨等等这些问题 但是我相信该预抓的利润 都抓的差不多了 甚至换个角度来讲 虽然现在你的销售的状况量不够 但是以现在在预售案子的这些 土地取得 虽然价格也不低 但是在这一段时间当中 你取得土地之后 到你去画好图申请建造 这段时间 其实土地的增值已经有了 因为这段时间还是在热 到你现在要推案出来 其实光是土地已经有一小笔的利润了 说实在话是这样子 所以你这个时候去找预售 我认为它有机会给你一些福利 但是你说能够更大幅的降价 没有错 在过一段时间 可能一些新城屋 中古屋比较有机会 但是就是比较慢一点点 如果说你有急得自助的需求的话 其实这个时候可以去看 那为什么我之前还讲说 要多去看一下预售屋的状况 是因为现在的键商也都知道 此时此刻的景气 不能跟一两年前比 所以在规划上就更不一样 在建材的使用上面 规划啦等等这些东西 就会更要求一点点 希望能够刺激市场 也许你可以在差不多的价位 买到CP值比较高一点的东西 我觉得CP值不是只是讲便宜啦 便宜就好 那你就是便宜就随便买啦 就买到一间鬼屋你要嘛 我觉得CP值是在某一个价位当中 它能够呈现你最好的 你最满意 所以它不单单只是低价而已 但是你说那种虚滑抽象的溢价部分 当然也不符合CP值的要求 应该讲说是你比较能够接受 感觉实在一点的价格 跟相对应比较优质的产品 但是讲实在话价格的部分 在每个人心中 它的数字都不一样 光是我们自己是卖方 或是我们自己是买方的时候 我们就有两种心情 举例你现在买了一栋 2000万的房子 你才刚买 我要跟你买 你会2000万卖我吗 你不会 我加点价 我2500万给你买好不好 你可能会卖了 因为你买方的时候 你买你是想要2000万买 但你卖的时候 2500万你能够接受 所以就是同一个价格在不同人的心中 或者说不同立场的心中 它马上就会有一个变化 怎么样在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觉得要追求CP值的话 应该用这样的角度切入 而不是只是用一昧的去追求便宜 刚刚讲的这些东西 你要多注意去看 包含如果说是新乘屋的话 也许它在乘屋的时候 都还在房子很热的时候 所以它到底盖的东西是什么 它用的建材是什么 用料怎么样 规划怎么样 你也都要去看 不要只是降价就冲进去 尤其那种大社区很多户在求售的 千万要特别注意 代表里面是很多投资客 不过也有房子盖的不错 刚好里面很多投资客的 那我一直说 不是说你都不要 你要去看 当然我本来比较鼓励的是 你预售屋可以去多谈 它会跟你详尽介绍 它用了什么意料 乘屋销售的时候 你可能就比较没有机会了 除非这个乘屋是还在建商手里的 它会比较跟你详尽介绍 对到一般潜屋主 现况就这样子 你看看比较难理解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 法昂老吉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